大家好 歡迎來到好看、好玩又有趣的刺蝟邦頻道 今天來聊聊我的SMD零件的焊接技巧 也許你也能學到一點新東西 以及賽博朋克風格的時鐘創作 首先我不是專家 但在電子業打滾的十幾年 我用自身的經歷來跟大家分享 首先我們需要設計一片電路板 這個需要先畫出原理圖 然後進行電路板線路的鋪設 也稱之為PCB Layout 然後確認線路沒問題之後 上傳Gerber檔案給PCB板廠製作 等等 你可能會說 光這一關我就卡關了啊 我不會畫電路圖耶 沒關係 如果你不嫌棄的話 我們已經將電路板的檔案放在下方文字描述區 有興趣的小夥伴可以下載下來哦 接下來 這次我們找了這一家Net PCB板廠來製作電路板 它的優點是可以接受只製作少數的樣品 可以少量製作 但品質一點都不麻糊哦 電路板的精度很不錯 而且在線上下單即可 操作很簡單 幸運的話 有時還會有一些優惠折扣活動 先選擇設定自己合適的語言介面 然後上傳製作好的電路板檔案 再選擇需要的規格 例如尺寸 板子厚度 板子材質 銅箔厚度 線路表面處理 防焊成油墨的選擇 文字成油墨選擇等等 我這次的選單參數也放在下方描述檔給你參考 甚至可以請板廠直接幫你把零件都幫你焊接好的選擇 這真的是太方便了 但這次要分享如何焊接 SMD零件 就不請板廠代勞啦 最後他也可以製作刷洗膏工藝的鋼網 然後經過板廠審圖通過後 就可以付款完成啦 等待幾天 我們收到了快遞送來的包裹 我們開箱來看看吧 這次收到的有PCB板子 以及一片刷洗膏用的鋼網 電路板這次採用銅箔鍍金的工藝方式 鍍金的優點 是除了防止氧化之外 看起來也整個大氣一些 搭配霧面黑色的防漢層油膜 來營造出賽博朋克的工業風格 這跟一般常見的電路板油膜都是綠色的不太相同 也有一些少見的紅色 黑色 像Apple產品的電路板都是黑色 然後還有刷洗膏的鋼網 它是透過雷射切割出我需要的放置洗膏的區域 這是另一種把零件焊接到電路板上的工藝 稍後也會跟大家分享 接下來我們把該需要的貼片零件準備好 包含電阻 電容 二極體 IC等貼片零件 以及氣段顯示器 LED 時音震盪器等插件零件 SMD貼片零件 就是指零件與接角都是在電路板的同一側 DEEP插件的零件 就是零件與焊接處分別在電路板的兩側 所以可以看到電路板需要裝孔 讓零件可以貫穿到電路板的另一面 然後電路板最基本是單層板 就是指銅箔線路在電路板的其中一面 但如果電路板比較複雜 又希望不要體積太大 就可以做成正反兩面都有銅箔的雙層板 當然如果要更複雜 像現在電腦主機板 與手機主機板 幾乎都是很多層線路 疊加成一片電路板 大大減小了電路的體積 我們這次的板子就是採用雙層板 正面用來焊接需要控制與電路顯示的插件零件 然後核心的貼片零件電路就把它放在背面 接下來是烙鐵的選擇 相較於大型的電子零件 這種貼片零件都非常的小 所需要的加熱量都不需要太高 所以建議採用40瓦以下的烙鐵來使用 但這些烙鐵的溫度 可能會最高達到400到500度之間太高了 最好的是這種可以設定溫度的橫溫烙鐵會更適合 同時因為零件太小 所以烙鐵頭建議改成細尖頭的版本 在機密焊接比較容易操作 當然也需要一個穩固的烙鐵指甲來放置烙鐵 以及較尖的鑷子備用 鑷子的品質好壞差很多 建議不要買太便宜的鑷子 甲取石零件噴飛會讓你很難受 再來講漢錫絲 一般來說手工焊接人建議比例是63比37的有錢漢錫 焊接起來會比較容易一些 漢錫絲的直徑一般都是0.8到1mm之間 也可以選擇限徑更細的版本 像這個是0.6mm 還有0.3mm的也有 我會選0.6mm的焊錫絲 來應付SMD貼片零件的焊接 然後像這種比較貴的含銀成分的焊錫絲 我是覺得有點浪費錢了 實際效果 沒有看到明顯的差異 零件的部分有分大小 比較常見的尺寸有0805 跟0603 這次採用的是0603 尺寸就是0.06乘以0.03英寸的大小 再來怎麼確認零件的參數呢 你可以用電錶量測 或者是用LCR捏紙更方便一些 或者你可以用放大鏡或顯微鏡來觀察上面的編號 接下來直接來焊接了 我習慣把烙鐵溫度設定在300度 第一步 先把烙鐵表面清潔乾淨 氧化的烙鐵頭會造成焊接失敗 然後沾一點焊錫濕濫在烙鐵的尖端 再把烙鐵尖端放置在焊點上加熱 再加入錫濕進來 這點很重要要牢記 再用鑷子夾住零件 再次融化焊錫 讓零件固定 再把另一側焊點上錫 因為電阻不怕熱 所以可以先拿電阻來練習手感 如果你發現焊錫會拉絲很醜 因為焊錫加熱久了 會慢慢的失去它的流動性 你可以補上一點助焊劑 焊錫表面就可以還原光量 並飽滿的形狀 如果你發現焊錫加太多 也可以利用吸錫線來吸除多餘的焊錫 這種做法可以多多嘗試 就會收斂了 最後你可以拿酒精或洗碗水 沾棉花棒或刷子做情節 我們再用多個角度來看看 這裡有42顆1K歐姆的電阻 焊接完之後 你也會找到一點手感了 電容上沒有編號 只能透過LCR鑷子來量測規格 電阻跟這些小電容是沒有極性方向的 但二極體就需要確認方向 通常在二極體本體有一個黑線標示 那一端就是N級 另外一端就是P級 或者用LCR鑷子來量測也行 你可以確認電路板的標示是同方向在進行焊接 接下來焊接IC 貼片型的IC會比插件的IC小很多 我們先確認IC的型號 可以在IC表面上看到型號是多少 如果看不清楚 可以稍微轉點方向 讓光照改變就會有明顯的對比 同時IC會有一個標示點 插件的通常會是一個凹槽 貼片的通常會是一顆圓點來表示 所以IC也是有方向的 必須與電路板的凹槽記號同方向 焊接IC有三種方法 第一種是先用膠帶固定 再焊接對角的焊點 再依序把其他焊點上洗 第二種是用捏子固定IC 用烙鐵沾洗之後直接上洗 後面的手法跟第一種相同 第三種比較老司機的做法 我們稱它為脫焊 把IC的腳位都沾上助焊劑 先在烙鐵頭上沾上足夠的焊洗 然後直接在IC腳上脫焊 因為助焊劑的關係 所以焊洗的表面張力會加大 可以讓香檸的腳位焊洗不會黏在一起 如果萬一還是相黏在一起 就再加上一些助焊劑 再做一次 再用酒精或洗板水 沾棉花棒或刷子做清潔 再來焊接供電插座 這個更難了一些 因為焊點香檸更近了 所以你可以加上助焊劑用脫焊的方法 或者小心的把焊點焊上 然後座子的外殼也焊接固定起來 接下來剩下插件元件了 我們先焊接LED LED有分極性 在零件上通常長角是正極 短角是負極 然後電路板標示實心的一側是負極 因為要在背面焊接 怕反過來時零件會脫落 所以你可以將接角往外拉 它就不會脫落了 我習慣的做法是用紙膠帶固定LED 也可以達到固定零件的目的 這樣的好處是焊點會比較整齊一點 焊接完之後 把多餘的插針剪掉 再來焊接七段顯示器 跟焊接LED一樣 把小數點位置跟電路板比對 再插上去 像這種接角比較長 焊接的時候會影響到焊接的角度 與位置 所以你可以先把插針都剪短到合適的長度 再來進行焊接 除了烙鐵焊接方法之外 也可以利用鋼網刷錫膏 我們先把鋼網與電路板固定好 你可以看到開口的地方 就是需要錫膏停留的地方 除了焊錫絲之外 還有一種以泥狀的形式呈現 我們稱之為錫膏 將錫膏挖一點出來 利用平面的工具 將錫膏刮平 確認鋼網的洞口 都有布滿均勻的錫膏 再把鋼網取下來 錫膏就會停留在每一個焊點上面了 因為錫膏含有助焊劑 所以稍微有一點黏性 把零件依序放上去 稍微施加一點壓力 零件就會暫時固定在電路板上了 我們拿出恆溫加熱台 溫度設定在300度 等恆溫之後 就把電路板放上去加熱 等到溫度傳到電路板時 錫膏會開始融化 而且把零件牢牢的抓住 這樣的製作方式 通常是量產時的做法 你就可以更快速的複製很多數量的作品 再來焊接設定按鈕 因為焊接會殘留不少的助焊劑 你可以用酒精或洗板水來清潔電路板 你可以使用棉花棒 刷子 牙刷來加強清潔 也建議在通風的環境下操作喔 來吧 送電 Yeah 正常工作了 這次完全採用74系列 羅吉IC來製作時鐘 沒有用單晶片寫程式的方式製作 一方面可以增加焊接技巧的練習 另外一方面 作品也比較有 CyberPunker的工業風格 感謝收看這次的創作分享 請幫忙分享給朋友 並訂閱頻道 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